往下一转往回发就是 刘老师我看那个陈氏太极拳图说里面说 太极拳应该也不是松软的 因为书上写着手软不能接用事物 若从迹象来看则偏于硬 就是人家也是软硬相接的 如何理解这个太极拳的软和硬呢 太极拳不是讲究那个拔法 碰力解压才来个和 其实这个碰劲呢 就是在所有的动作里面 大家都知道都是基础 他要练到身上去 不光要练到手上 所以说他接的时候呢 就是碰劲 接手必须要硬 必须硬 这个底儿必须硬 你接不了 所以说碰劲一接 这个碰劲接住对方 碰劲然后转动 缠法 所以说缠法就出来了 所以说一接这个点 这个点如果没碰劲 你也转不了 所以说碰劲一接 接的就转换一下 对方用的力量越大 你自己走得越远 对对对 这是左右的转 哎 这哎 你上下也是 这不是也往下转 这不是 往下一转 往外发就剩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你如果没有这个 碰劲接按这个碰劲劲 你身上都得有 不光是手上这个点 你全身这个框架结构出来 为什么要站桩 老师你你你你这个往下压劲 这怎么打我顶一顶 这是缠绕的 这是缠绕的 这是哦 这是缠绕的 哎这哎 谁在站桩的时候不是要他 他这边 哎 这不是 哎 你看你这个劲 对 往后 你看正好你要你你你很难受 切 他就走了 对对对 所以刚开始 哎 不是顶劲 不是这个点 你压的是这个点 对 我一压你 我不是不是和你比较厉强 对对对对 我不会不会一直挡 这一一遍你看你往上抬就走了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这个这个碰劲这个必须要说熟了就是有个硬点 是 你必须有一个硬点 但是松的话是不是就体现在肩膀和胯上 对 他硬的同时你看他这个点硬但是要松肩最重 明白明白 对 哎 腰胯 松肩直到这一腰 是 是 你如果腰也卵了你不挺对你也发不出对方哦明白明白但是顺忍一挂觉得就起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正确理解这个卵和硬 关键是把这个平时这个彭俊颜这个彭劲练在身上这么这么说这个叫什么露肖部这样一横拧了这这大一张这个劲挺大的 一横拧 他一挂就就上了对对吧 你八卦掌里边 这个这个用法呢 这个咱们着实讲现在蝉肉 你讲这个用法呢 现在不能不能使 你这个要打到这 这一拖也受不了 所以说这些东西呢 还是锻炼 还是先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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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就练到身上 先把这个太极拳的这个劲 尽力要练到身上 用很简单